王俊凯爆笑模仿黄晓明 杨子的餐具更抢戏 网友李仪装不出来 今晚中餐厅迎来名言名语大合集模仿秀 皮姐弟演的可是微妙微笑中餐厅当中 梳头姐弟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笑点 王俊凯杨子的标系时刻到 王俊凯不打算走邪心路线吗 杨子和王俊凯两个人互相不甘示弱 模仿起黄晓明真是出神入化 简直被梳头姐弟笑死 节目组的官方名学你学会了吗 可是中餐厅怎么会放过这么爆笑的 一个笑点呢 弟弟还是太单纯 不过在王俊凯爆笑模仿黄晓明的时候 却有很多人却觉得杨子的餐具摆得很强戏 这个其实不符合喝咖啡的礼仪 在喝咖啡时的正确礼仪是 小吃用必要放在碟子上 不要放在杯子里